中共軍機自爆自命傷 不可能閃電突襲台灣 美國律師憤慨 紅航被中共超級激壓六年才審判 談論李克強話題 蔡慎坤國內家人遭到威脅 習近平呼籲中國女性要發揮關鍵作用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向大家介紹一款 近期被受好評的食療補充品 三高代謝補 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很忙碌 但我們真的不能忽視健康 現在三高問題越來越常見 很多都是因為代謝失調造成的 而三高代謝補 正是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患者 而特別設計的食療補充品 它融合了多種天然成分 效果超乎想像 賞心入了解 可以點擊下方連結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 希望三高代謝補 能夠成為你健康路上的好夥伴 中共出動殲-11戰鬥機 在南海上空攔截美軍光炸機 除了引起美軍抗議外 還疑似曝光中共防空系統漏洞 美國印太司令部26日公布影片顯示 中共一架殲-11戰鬥機 在24日夜間能見到有限的情況下 從美軍B-52光炸機前方距離不到3米的地方飛過 令兩架飛機有傷害的危險 26日台灣國防部通報 中共航母山東號穿越巴士海峽 進入西太平洋演訓 台灣國防部還公布山東南的黑白航拍照片 證明國軍的監控能力 大紀元評論作者沈舟 根據這些信息推測 共軍-11攔截美軍B-52當日 山東南應該途徑南海 可能在過程中遭遇美軍B-52光炸機 但美軍B-52最可能從巴士海峽飛入南海 然後一直飛向海南島 而這個過程 中共駐廣東維州的1016 站崗的蘇-35 以及佛山的1020 都沒有及時出動攔截 沈舟判斷很可能 直到美國軍機接近山東號的時候 中共才經國 才派出1011 執行危險動作 這個顯示 中共沿海防空能力有問題 沈舟還提到 就在今年5月曾發生類似事件 據中共南部戰區所說 中共山東南編隊當時在南海演訓 美軍RC-135偵查機進入南海偵查 中共出動一架1016攔截 沈舟認為 山東南當時應該搭載至少10架1015 但卻沒有升空攔截美國軍機 共軍反而是 將駐廣東維州的1016調離 衛山東南解圍 看來似乎共軍航母戰鬥群 對付不了美軍偵察機 也對付不了美軍光炸機 他說 這樣的航空母艦穿越巴士海峽到太平洋 真的能夠打仗嗎 最近 中共武力攻台的威脅日益嚴重 哈馬斯首腦日前 在接受埃及媒體採訪的時候說 中共準備用哈馬斯 10月7日突襲以色列的方式 入侵台灣 對此 台灣退役少將 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余中基 接受大紀元採訪的時候表示 以色列和加沙的哈馬斯之間是地面戰 而台海戰爭是以海戰和空戰為主 中共無法用哈馬斯的戰法對付台灣 余中基表示 中共如果要攻擊台灣本島 必須採取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 單單是部隊、彈藥、後勤物資的集結和運輸 以及醫院血庫的儲備就要幾個月時間 衛星一定會偵察到很多蛛絲馬跡 余中基根據疑戰的經驗評估 中共要佔領台灣本島 至少要動員50萬兵力 這麼大規模的調動是沒有辦法被掩蓋的 所以中共要對台灣 進行絕不及防的閃電突襲幾乎不可能 最近被關押六年的中國維權律師李玉涵 被法院判處六年半有期徒刑 中共司法機構違法超級機壓等濫用權力情況 再次引起關注 美國人權律師表示憤慨 認為這是反人類的行為 遼寧瀋陽市和平區法院10月25日開庭 以所謂尋釁滋事和詐騙罪 判處李玉涵有期徒刑六年半 李玉涵表示自己沒有罪 將會繼續上訴 人權律師黃宇 以及來自德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的官員 要求旁聽 但被法院拒絕 年過70的李玉涵在被關押期間 新患多種疾病 多次申請保外就醫被拒 對此 美國人權律師葉寧 10月31日 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 作為律師的同行 我覺得十分憤慨 這是一種很震撼的 迫害人類良知的反人類行為 李玉涵在2017年10月在瀋陽被捕 外界普遍認為 他被捕的真正原因 是他曾經為709案當中的律師黃宇辯護 此後李玉涵律師一直被關押 葉寧律師表示 中國的這個人權狀況一直是非常惡化的 為維權律師進行正常的辯護 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中國政府真是非常無恥 出現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人權迫害 我們都覺得 發生在中共這樣一個極權國家 也是見怪不怪 另外葉寧律師呼籲聯合國應該發揮作用 阻止中共對人權律師的迫害 他說 這是聯合國人權高級事務處關切的案件 這種維權人士 他根本就是在業務範圍內做這樣的事 在所有文明國家 都是屬於合法的 是正常的旅行職務 做律師的這個責任 中共這樣做 是純粹的政治迫害 最後葉寧律師警告 那些涉及公檢法的官員 都是中共鎮壓民眾的工具 他說 陷入到這個案件當中的所有執法人員 法官、檢察官 都在向全世界 曝露了他們非常無恥的嘴臉 他呼籲他們 幫自己留一條後路 停止迫害 旅居美國的獨立時評人 蔡聖坤透露 因為他在境外談論中共的敏感話題 他在國內的親人遭到中共警察的威脅恐嚇 很多網友表示 海外人士不能被中共綁架沉默 蔡聖坤10月31日 在社交平台X上面發文說 國內非常不滿我在境外 談論熱點敏感話題 特別是有關李克強的突發事件 為此 當地警察上門恐嚇 令家人心感恐懼 幾位朋友也托人勸我 不要關心國內的時政 沒有用 目前的形勢 不是一個人一股力量 就能改變的 中共官方10月27日宣布 李克強因為突發心臟病 在當日凌晨去世 很多人質疑李克強的死因 分析認為 或者與中共內鬥有關 國內民間開始有小型悼念活動 當日 蔡聖坤在X上面發表消息說 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強真實的死因 簡直不敢相信 無比震驚 在高速運轉的狗獄機裡 每一個人 哪怕是所謂的正國級高官 依然如同流毅 毫無尊嚴 毫無價值 在知道李克強的遺體 將會在11月2日 在北京匆匆火化之後 蔡聖坤又發表評論說 看來中央高層 是想盡快處理李克強的遺體 令疑點重重的突發事件 徹底翻篇 以免野場夢多 截外生枝 導致出現不可控的雞頭運動 之後 蔡聖坤在國內的親人 遭到中共警察的威脅和恐嚇 在X平台上 不少網友對蔡聖坤表示支持和聲援 前青海省政協委員 光傳媒創辦人王安娜說 中共的打壓無處不在 他們使用各種手段 令良心人士沉默 如果我們在海外 只是喘氣活著 不能發聲 不能說出真實想法 那不如在國內歲月靜好 如果他們這樣的手段見效 他們會越來越囂張 海外的人士 不能被中共綁架沉默 還有網友說 只要活著的人不再恐懼 那剛剛逝去的人 才不會白白死去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新華社30號發表的評論中表示 女性要發揮著關鍵作用 必須樹立家庭新風向 要積極培育、婚育新文化 加強對青少年婚育家庭觀的引導 做好婦女工作 不僅關係到婦女自身發展 亦關係到家庭和諧、社會和諧、國家發展 中國大陸去年的結婚登記人數大幅下降 創近40年來新低 上海的跌幅更加大 是1985年以來最低 專家分析 由於經濟下滑、社會保障體系的滯效等因素 大陸的年輕人生育願望正在急劇下降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份的報告說 人口出現60年來的首次下降 而且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 在過去兩年 中國各地當局出台提高出生率的措施 包括財政激勵措施和加強托而設施 中共在2016年正式結束計劃生育政策 全面放寬移胎政策 但是政策放開之後並未見效 接著在2021年 政策再次將生育限制放寬至三胎 大多數的年輕女性選擇躺平 將國家號召當以邊峰 上海居民黃先生曾經對新唐人說 在上海生活壓力實在太大 年輕人不想結婚已經成為常態 因為本身獨生子女一代 他們見到父輩養活一個小朋友都這麼辛苦 心裡就有一種害怕 現在的生活成本這麼高 我今天做一日工 還未知明天有沒有工作 生了小朋友我怎麼對他負責 黃先生認為 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老百姓不敢病 袋裡面不敢沒錢 他說 病一次住院 花費幾十萬過百萬都是正常的 如果一家人裡面有一個人病了住院 所有的存款都會洗完 醫保沒用 小朋友上學 各種培養的費用 從出生到大學畢業 至少都要500萬 這一節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按讚、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